外国传媒报道,全球最大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,行政总裁芬克最新表示,全球股市高储未算高,主因是投资者的热情未高涨,预计未来可能有更多资金涌入,计而出现融涨,融涨的意思是投资者蜂涌入史是因非理性的乐观情绪,而不是企业及经济基本因素,这往往是股市没断升浪,升幅可以十分惊人。 他说,我们是有融涨的风险,而不是大小风险,因为我们截至目前为止,看不到资金大量涌入股市,我们有破纪录的现金,但仍看不到资金流出股市,无论是散户或机构投资者,都未对股票有太大热情。他又说,有不少资金涌向固定收入资产,但我们看不到股票如此,目前全球央行及派程度事前所未有, 市场欠缺良好资产,是可以触发股市融涨。